八鄉星期五凌晨 發生撞車斬人案 涉事的車 車頭損毀嚴重 現場流低血跡 事發在凌晨2時多 一輛黑色法拉里 沿錦田公路往上水方向行駛 去到影河路交界時 突然被一輛白色私家車狂撼 6個駕駛牛肉刀的人下車 向法拉里上的司機和一名乘客狂斬 移空後登上另外兩輛私家車逃走 兩名傷者事後送院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列作傷人案處理